另外的藝人黄登輝還有妻子 他們結婚到現在已經有兩個孩子了 現在老婆又懷了第三胎 黄登輝笑說 老婆懷孕之後脾氣變差了 而他自己則是為了賺錢而忙到 根本都沒有時間睡覺 黄登輝老婆懷孕五個月 大副偏偏陪他錄影 他笑說老婆懷孕後脾氣變得很差 自己卻渾然不知 自己 他自己不會發現 他會罵你嗎 比如說他現在講電話有沒有 然後對方很小聲 你可以大聲一點嗎 他以前不會這樣 不會 神經病的 小聲是人家可能是電話的問題 原來懷孕後脾氣會變差 黄登輝老婆琪琪說 其實只是個性變得比較不耐煩 那今天就很 雖然我對不起我女兒 然後幫她穿襪子 然後女兒穿完了 她說她要穿的鞋 結果她要穿的鞋 她穿的襪子她穿不下來 又說襪子好近 然後又說她要換別的襪子 我就整個不耐煩 我說你到底想怎樣 平常幫忙帶小孩的琪琪媽 最近又想趁琪琪生產前 去義大利走一走 女費全由黃登輝負擔 黃登輝除了養小孩 照顧岳母 還要付房貸等一切開銷 生活會不會應付不過來 沒有生她的時候 我每天都不知道我在幹嘛 生完她們之後的時候 我每天都沒時間睡覺 我覺得我最近肝有點硬硬 我有去檢查 我怕我死掉我去檢查 大探好心苦黃登輝 為了賺錢養家沒時間睡覺 但是為了甜蜜的負擔 還是得暫時忍一忍 聯邦報葉君遠台北報導 大探好